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拍一拍這個 我夾過公仔裡面有幾多公仔 就是夾公仔夾了幾多公仔 開始了這段影片 開始之前就有這兩隻 坐在這裡 逐一說,這裡也是一堆 逐一說 首先就是這隻 這隻是香港夾的 在近期開了很多間的夾公仔 這裡 這裡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幾隻我記得都是在香港夾的 我先看看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 這個好像也是香港夾的 這個好像也是 這個也是在香港很多間店 這個也是 這個 然後看一看 先看看 接著我印象中這裡好像沒有 好 到這隻 這隻就是在台灣夾的 上一次去台灣旅行夾的 接著呢 先看看 台灣兩天還夾過什麼呢 真的沒什麼印象 欸 這個也是在香港夾的 這個也是在香港夾的 然後就 真的不記得 有些可能這些小塊 也會記得 好像是台灣夾 這些小塊一點 還有這些 其實夾公仔我主要都是選 如果有Pokemon 我多數都會選Pokemon 這隻就不是夾的 這隻是直接買的 在沖繩的Pokemon Center買的 Pokemon Center買的 還有好像沒有Pokemon 先想想一下 還有一張給大家看 這些都是 都是在一些 我忘記好像是在 香港有間的 那個叫什麼呢 好像是日本夾公仔機的 這個 這些都是在香港夾的 大家看樣子都知道是什麼 還有這個衣背 還有這個火衣 看似火衣的火衣 還有這個精靈球 另一個顏色的精靈球 話說回來 我都不知道這隻是什麼精靈球 沒有什麼印象 還有這個就是台灣夾的 台灣夾的 一個很軟屬的沙包 這個 其實有大部分我都不記得 還有這個 這個是台灣夾 不知道為什麼夾得出來 這個是 植物大戰殭屍的殭屍 還有一些Pokemon的毛巾 都是在那間 香港有一間夾日本的公仔 類似日本夾公仔機的店 這兩個毛巾都是 這些就好像 人家 有些夾公仔機 它是放滿了 然後一刀下去 就倒下來 這樣就掉了三四份 這裡還有一塊 三個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這個 一個一盒的普通的公仔 小公仔 這個也不知道在哪裡夾的 這個也不清楚 這個也說一下 這個其實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 Month Hunt的 即是Month Hunt世界 PS4的Monster Hunter 的一個紀念品 一個長條形的毛巾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這個呢 這個我真的不記得 大概就是這個 量 其實都可以說幾多 這一堆最大 最大塊 這些就小塊 不過可能這個就大塊 這個就大塊一點 讓大家看看另一隻 比加超 還有這兩隻 這兩隻 一隻就是伊貝 一隻就是比加超 這個就是在Center 這個就是在大阪的Pokemon Center 這個就是我阿哥買給我的 Pokemon Center 都挺漂亮的 2018年的Christmas 剛剛過了去的聖誕節 那為什麼會伊貝和比加超呢 大家都知道 在11月還是10月 就出了一隻Pokemon Let's Go 為了做個宣傳 所以Center就做了一個 伊貝和比加超的產品 大概就是這裡 還有這個 還有其他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基本上其實我 我自己的話 一開始就比較喜歡夾Pokemon類型 但是後來就想夾 就是訓練為主 所以夾到 總之看到有機會都會夾出來 有些我自己根本都不知道什麼 例如 哪些呢 例如這些 這些我都不知道什麼 這些我都不知道什麼 不過還是看看好不好幸運 這個就是今天夾的 剛剛新鮮夾出來的 話說今天夾公仔 看到那些年輕人 幾多年輕人在夾公仔 其實都... 都看到他們真是直上直落 因為他們那間夾公仔 就一定不可以直上直落 直上直落都可以 但是要看技巧 如果你沒有技巧 直上直落 就... 很大機會是不可以的 我大部份看他們就是不可以的 真的... 可能... 他們夾十多次都未必可以 我這隻其實... 其實我就夾了四次左右 四次或五次 但是自己都... 在另一隻中失敗了 大概今天如果不... 真的... 我夾這隻就用了二十五元內 然後就... 其中還有一隻想夾的 但是夾不到 好像大約用了五六十元 那就是說 這隻我總共今天夾了八十元左右 八十六... 六十至八十元左右 其實當一個娛樂去玩也不錯 所以這次的影片來這裡先吧 其實看到了幾多娛樂 不過對比其他人可能我這隻算少 但是我就... 屬於比較少 這兩隻就不是... 這兩隻是賣的 這三隻都是賣的 因為基本上很少會有人放這些Pokémon的產品去夾公仔機 很少會有Pokémon的產品 這次來的女士 如果大家有什麼夾公仔的地址 或者你們想看一下夾公仔 我怎樣夾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都會考量拍的 而且其實夾公仔片都比較難拍 有時候如果沒有帶腳就拍不到 下次再見 拜拜 而且這次的影片 請看